霍曲冰出生于西汉建元元年 他与魏清一样也是个私生子 其生母正是魏清的二姐魏绍儿 其生父霍仲如则和魏清的生父郑继一样 也是平阳县的一个小吏 重就是排行老二的意思 如就是小孩幼儿的意思 霍仲如其实就是霍小二的意思 跟刘继郑继的名字一样 档次都不高 看来家庭出生一般 所以魏绍儿虽与霍仲如私通 且未婚先孕 但由于魏夫子很快就得到了汉武帝的宠爱 所以魏绍儿也飞上枝头变凤凰 干脆抛弃了霍仲如 邪子独自来到长安 由于档次更高的陈平曾孙 陈长思通 汉武帝一看 干脆就向霍绍儿赐婚给了陈长 当时霍继病尚在强保之中 对自己的生父一无所知 受到舅舅魏清的影响 霍继病在少年时代就擅其设 汉武帝很喜欢他 让他坐在自己的进尘势中 准备将他培养成一个抗凶名家 这一天很快到来了 元硕六年 年仅18岁的霍继病 被武帝任命为飘摇校尉 命其随大将军魏清出击匈奴 魏清就给了霍继病八百票旗 让他趁着汉兄主力大战之际 伸入匈奴后方腹地 向其打击匈奴后勤力量 魏清这么做本来只是想碰碰运气 可没想到 霍继病这位少年军事天才 给了他一个奇迹 霍继病打仗从不看孙无病法 所以没有任何章法 他唯一的章法就是快 速度快就不需要粮草 不需要后勤 数百里转瞬几致 战士们想要生存 就只能战胜敌人 然后直接从战利片中获取补给 霍继病为这种战法 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 迎击 他的副手赵破奴 也因此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号 叫迎击司马 匈奴的马不是很快吗 霍继病的马更快 比长空飞鹰还快 他远降千里一击击中 根本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如果说 魏清的大军是一尊重炮 行动缓慢 但威力无求 那么霍继病的八百票旗 就是一柄暗器 锐小锋利 杀人于无形 另外 霍继病打仗 非常重视情报作用 史书上记载了好几位霍继病部下 都是从匈奴投降过来的 比如 他的副手赵破奴 虽然是边塞汉人 但幼时就流浪于匈奴地区 后归汉从军 此外 还有后来被封为 一贯猴高不实 被封挥蛆猴的蒲多 都是从匈奴投降过来的带路党 以匈奴人破奴 这大概就是霍继病的成功密码 于是 匈奴这次惨了 在草原的深处 匈奴缠于 一致邪 安排了一支预备队 或者说 是后警部队 由自己的相国率领 共有五千余人 这支部队 本没有参战任务 为的只是有备无患 匈奴缠于 此一支部署 不可谓不精密也 可惜 他将注意力 太多放在卫青身上 从而忽略了一个 更加可怕的杀手 结果导致 这躲在后方最安全的预备队 竟变成了草原飞鹰 霍继病的猎物 有备无患 成了无备有患 当霍继病 意气洋洋地 立马在一处小山坡上 望着山谷中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凶奴营帐 他难掩心中激动 真好大一块肥肉 大家随我冲 今日便在此 大快躲一番 真好大的口气 你这边不够才八百人 就像吃人家五千余人 你吞得下吗 嘿嘿 霍继病小 吞不下 也可以狠狠地啃一口 能吃多少 吃多少 吃不完打包 果然 当霍继病八百票旗 从小山坡上冲下 那么快的速度 那么彪悍的其实 搞得凶奴人 还以为缠鱼驾到 慌忙出来赢驾 等发现事情有点不对 迟了 锋利的剑锋 已刺穿他们的喉咙 再醒来 已是奈何乔鞭 长一道 兵贵神速 行军的迅速与突然性 是战争的灵魂 将其发挥到极致 足以扭转一切人数 与地形上的劣势 虽有句俗话 叫做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派第一 世间战法浩瀚无穷 但万法不离其宗 只一个筷子 或许病就掌握了战争的真谛 这莫非就是性格产生的能力 天生就是军事奇才 结果 大多数匈奴人还来不及上马 就被八百票旗 往来一通宠杀 死伤无数 匈奴相国 与当户见识不妙 赶紧跪地投降 匈奴残余的叔父 罗孤比自是勇猛 不肯投降 竟带了一帮人 静止前来挑战 却被霍继病 一箭砍落马下 生情豁卓 而趁着这会儿机会 匈奴人抓紧时间四面逃赛 霍继病兵少 顾不得其他 只得穷罪猛打一指 并最终将其一帮打击 使兵们看了那为首将冠的头 一奔俘虏 竟是医治邪的唐祖父 极弱猴产 虽看不了匈奴残余的头 却送他爷爷上西天了 一时间 汉军欢声雷涂 此意 霍继病独于八百虎奔之势 渗入湖境 马踏匈奴 击溃近十倍余几之敌 斩首弩2028级 包括数名匈奴的高官 以及蝉鱼的长辈 要么命丧皇权 要么成了汉军的俘虏 如此完胜 可谓惊世骇俎 冠绝三军 卫青闻讯后 心内大石终于落地 一整夜欢喜无限 简直比自己打了胜仗还开心 好小子 真能打 比舅舅我还能打 你是咱们家的骄傲 胡继病出示牛刀 就砍了头大象回来 进步的比当年卫青还快 看来 有一颗外戚将星 要冉冉升起了 卫阳宫内 汉武帝抱着漠南劫暴 在睡蒙中笑醒 对于皇权来说 外戚用起来顺手 用起来放心 再加上朝能打仗 功高而不振住 这简直是任何皇帝 都梦寐以求的神器 而且一来就是两个 刘彻当真是祖坟上冒青烟 红韵当头 想不明锤百事都难哪 此日武帝下诏 飘摇校尉获取病 斩地首级 与俘虏敌求人数 均居全军第一 永贯三军 公义贯三军 是一千六百户 封屈并为冠军后 霍屈并一战封后 且年仅十八岁 我查了查史书 目前为止 只发现这一例 什么是少年得志 这就是少年得志 所谓英雄不问出身低 更不加问年龄低 人家十八岁 就立下了旁人八辈子 都未必能达成的功义 这就是网上说的 出道即巅峰 起点即王者 再来一句不服不行 两年后 汉云寿二年春 霍屈并又被替发为 票棋将军 率一万起兵 从龙齐郡出塞 兵伐河西 再次踏上光荣之旅 或许并只有一万起 而匈奴河西各部 总计有十余万绝 但他无所畏惧 除了最大的两个 亡魂邪王 与修徒王外 河西走廊上 还散据了好些匈奴小王 数据全龙无首 或许不准确 因为匈奴产鱼 医治鞋 派了个儿子 到这里督府匈奴朱种落 但说一句一盘散沙 却毫不过分 因为他们缺少统一的指挥号令 通常都是各自为战 这就给了霍屈并 极好的哥哥击破的机会 霍屈并大军 从龙齐郡出发后 马不停蹄 一路飞举 越无力山 渡黄河 伐速蒲布 涉湖奴水 六日转战千余里 踏破匈奴五王国 有如脆枯拉朽般 将河西朱小王 纷纷击溃 这些部落 本是匈奴的外围组织 和邪宋分子 所以霍屈并在穿插分割 并包备这些部落后 很轻易的就破详了他们 并承诺 归身后 绝不抢掠他们的财产与子民 这样 一则是为了减轻负担 二是接下来的战斗中 轻装上阵 以便高速推进 让其他顽抗的匈奴正规军 始终无法做到 有组织 有计划的反击 二则是为了孤立 钦差大臣 医治邪之子 看来霍屈并不仅是个军事天才 而且颇有政治头脑 他为了分化瓦解匈奴河西各部 竟宁愿放弃军功的重要凭证 俘虏术 这可真不像一个二十岁的小将所为 另外我猜 在出征之前 霍屈并一定有找过 曾出使西域 途经河西走廊的伯望侯张谦 向他详细询问了河西的地形 风土 以及部族等情况 所以他才能有的放逝 如此迅捷取得胜利 结果一转眼 医治邪的儿子变成了光杆司令 他一看大势不好 赶紧拔腿就留 还好他跑得快 就上那么一丁点 霍屈并的骑兵就俘虏了他 真可惜 接着霍屈并继续纵横河西 往北再回头向南 在燕之山南北杀了一整个来回 追的魂邪修托二王到处跑 终于在高兰山这个地方 匈奴人无处可逃了 因为再向东南跑就是黄河 河那边就是汉朝龙西郡地界 事到如今他们已再无退路 所以他们决定再次反击 无论如何 汉军一万旗 已经连续作战了两千里 人困马伐 也许这就是个绝地翻盘的最好机会 霍屈并见词不禁反省 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他已经厌倦了碾兔子 所谓深入敌境 立于肃战 他现在迫切削一场决战 给赋予顽抗的匈奴人 以最沉重的打击 霍屈并对这场敖战信心满满 他的汉军飘摇营 最善奔袭 最善恶战 人困马伐 不存在的 果然汉军将士们非常兴奋 这一路来 凶的人都是不战几亏 只知道逃跑 不战收入术 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 真太没见 太令人失望了 如今大战终于降临 那高耸入云 扇着金光的高兰山 正是他们改变命运 飞向光明的踏脚石啊 兄弟们 杀 杀敌立功 薄功名的时候到了 一日和短兵过后 四眼宁静 残阳映照在高兰山下 遍地都是匈奴人的尸体 获取兵将地下的长剑 射入翘中 扬天长笑 他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匈奴各部 共一万三千人 被斩首八千九百级 损兵超过七成 折兰王被杀 卢侯王被斩 魂邪王之子 及其相国 都为全体被擒 另外还有堆积如帅的 甲杖自重 甚至修徒部的圣物 几天金人 都成了汉军的战力品 只有魂邪王 修徒王 两个老大 率残部 溃散无踪 汉军这边 不但杀光了 匈奴郡的全部精锐 并俘获了大量俘虏与自重 而且兵力损失 基本可忽略不计 如此神级战绩 已经超越了魏清 河南大捷 新的战神诞生了 长安城威阳宫内 汉武帝捧着小金人 与魏清 谈官相庆 八九高歌 兴奋之余 随即下诏 一封获取病两千户 至此 河西战役 已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但最后的胜利还未到来 因为河西走廊 还在凶奴人的手中 其各部之精锐 虽然被奸 但残部加起来 仍有近十万之中 所以汉武帝的满意 也只是暂时的 河西走廊 他志在必得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必须酝酿一场 更大规模的战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